今天是Jury Service陪审团服务的一天 确切说是Jury Summon 是陪审团选麻的一天 我现在在芝加哥9094的高速上 因为9094现在在修路 所以特别的堵车 我的正常是应该8点半 就到达目的地的 但是现在预计可能要晚10分钟了 像这种陪审团的服务 或者说陪审团的选麻 是必须要参加的 除非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实在是参加不了 或者说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状况 这些状况是需要提前提交文件 或者提前告知的 而且肯定会是在工作日 所以肯定是需要请假的 只是说像这种 雇主是要无条件给假的 并且不算你平时的带薪休假 但是可但是来回的油费 以及停车费是需要你自己自理的 这个是没有人给你报销的 这家哥的一大特点 破旧拥堵的路面 以及高耸的楼群 现在呢 把这个车停好了 我现在呢 终于把这个车停好了 停车费呢 是14块7毛5 然后它正常的要求是穿着的 比较正式的 那我今天穿了一件衬衫 搭配了一双运动鞋 我觉得这样呢 显得我中立一些 芝加哥市区内 景色还是很漂亮 那我身后 这些高楼 非常的好看 进来之后 就在这里等候了 有视频讲解 陪审团选拔过程 感觉今天得来了100人 这些人看上去 确实是随机选择的 这里有WiFi 可以用手机和电脑 保持静音就可以了 每个人手里有一张号码 等着叫号 一旦进入法庭 是不允许用手机的 居然有位大哥一直在睡觉 憨声响着大天 那么又过了一个小时 宣布所有人都可以解散了 因为今天的庭审 都不需要陪审团 那么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陪审团 选拔服务 初日service呢 就彻底的结束了 整个过程都在等 那么因为今天呢 刚好所有的停审 都不需要陪审团 所以人们呢 就是在等了大概四个小时以后 就彻底解散了 没想到的是呢 这个服务呢 还是有报酬的 你看到我收到了一个 35块钱的支票 那么在未来一年呢 我就不需要再参加 这种陪审团服务了 因为参加一次呢 可以保证一年内 不用再参加了 好了呢 这就是我作为整个 这个jury service 一天的一个经历了 虽然呢 也没有回答法官的任何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也是一次 比较有意思的经历 如果说你有问题呢 被法官问到了 只要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它就是一个陪审团 选拔的过程 它希望呢 你的背景 以及你的经历 不会影响你对整个案情的判断 以及呢 就是在 如果你被选中了的过程当中呢 你不要分享任何的 有关案情的 相关信息 同时呢 你不能上网搜索 任何的相关信息 你不能上网搜索